再來老師一樣來解釋這個題目 好啦 這個題目有圓 有圓第一個就要中心線 在你的答案欄上面 或是你的剪圖上面 稍微寫一下中心線 這一題基本上不會很難啦 再一次吧 好 再來這 圓心的部分齁 圓心的部分老師用其他顏色的筆畫一下 同學這樣子看得比較清楚齁 所以這裡是圓心 老師有講過我都是先從圓形結構先畫 齁 我們應該先 齁 這對 所以這裡圓形結構 齁 再來圓形結構 齁 這對 這對 這有沒有在一起 齁 應該是有齁 所以這裡 是這邊 這邊 是這邊 齁 這裡 R8嘛 所以是8 這裡是36 可是這裡齁 進來 這個也是R8 所以是16 齁 齁 換高度 齁 換高度 齁 10這個20 所以是30 齁 這裡要R8 一樣38 再來深度齁 齁 這裡8 齁 到這裡22 所以是30 齁 可是這邊厚度也是8 所以扣 22 齁 所以我們要的線式都有了 齁 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著這個剪圖 來畫我們的完成線 齁 齁 是剛才那一題 太重了齁 所以我換一個比較輕的筆 齁 一樣 齁 看著我們的剪圖來畫 齁 30 齁 這一題不用寫工程字齁 所以 38 齁 再來 老師 格格 齁 這裡就沒有差了 因為我們要用標準字圖法齁 所以8 好 22 齁 30 好 剩下 好 這裡特別注意一下齁 我移到一個整數比較 8 好 再來16 好 16 再來36 好 再來44 再拿52 再拿52 好 我剛好又忘記把 齁 那個 仕途跟仕途的之間 要做一個記號 齁 免得自己搞錯了齁 這很重要 好 因為我們這個都 兌現的而已 齁 所以這裡也打一個叉 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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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好 好 有圓的地方齁 我們一定是先圓斧後直線齁齁 所以先圓斧 齁 這裡 齁 先圓斧 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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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 齁 齁 ct 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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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它接順 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外觀讓它看起來順 不要根本接不起來 所以為什麼要先圓斧後直線 這樣子才有辦法去接 你如果直線畫出來了 要去接圓斧,因為圓規比較難控制 你的尺比較好控制 特別注意一下 畫這個,一定要先圓斧後直線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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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好了之後 好 中心線 好,中心線老師用其他顏色的筆畫 好,讓它比較清楚一點 這是我中心線是一條細的鏈線喔齁 只是老師會讓你看起來清楚 所以我用有顏色的筆去畫 所以老師都是先把同一個結構齁 把三四圖的中心線都畫完 這樣子才不會 爐子 好的 攝影 optimize asan About 現巧 改正 一些 好,這就是它的完成線